零日来,在陕西巡异,陆航学院猛飞行系列旅九五后战士王伟回家,探亲永久山火,全身多处烧山的事迹,被当地媒体报道后,引发强烈社会反响, 家乡政府和群众,纷纷为救火战士的英勇行为点赞。 2月6日,大年初二,在陕西巡异城关街道小塔村,回家探亲的陆航学院,猛飞行训练旅游两运苏联战士王伟,午饭后正帮家园收拾厨房,突然呜后山林寸来滚滚浓烟,他立刻跑出院门进行查看,发现大火正借着风势迅速蔓延,后山枯草丛生,松板密集, 倘若不及时扑救,既有可能火界风势,越烧越大,危及山下村民人身财产安全。 爸,你赶紧告诉村主任,召集大家快来救火。 发现火情后,王伟丝毫没有犹豫,一边让父亲向村主任报告,一边吵起家中铁锹,率先冲向着火地点,先行扑救。 随后,村主任带领三十余名村民赶到火场,和王伟共同展开扑救,最终将山火不灭。 多亏他及时发现,并第一时间进行扑救,不然火势变大后就难以控制了。 在场村干部回忆火场情景时,人心有余悸,救火过程中,王伟始终冲在灵雾最密,枯草最后,火是最旺的地方。 他结合自己在部队所学到的救火场时,一边奋力救火,一边积极协助村干部组织村民扑救。 就在大火快要被扑灭的时候,王伟和几位村民所在的地方风向突变,冲在最前面的王伟,迅速招呼后面的人撤退。 几缺因毒闪不及,被三米毒高的火苗瞬间吞噬,滚落至近六米的山坡下,双手、腰骨和脸部不同程度受伤。 随后,王伟立即被送往许逆县医院接受治疗,因伤情较重,当晚又转致性暗示进行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。 经诊断,王伟作手、腰部、脸部,为二度轻度烧伤,右手雷三度中度烧伤,半就擦伤。 主治医生了解到情况后表示,王伟从这么高的山坡火落下来,没有阴撞击到山时,裤装等造成更大伤害,既得益于在部队领救的固硬身体素质,更是不幸中的万幸。 得知王伟参加山林救火受伤的情况后,所在部队领导高度重视,三次指派专人赴王伟家中西新看王伟问,了解治疗情况。 释放后,当定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王伟建议永伟,舍身救火的英勇事迹,使逆线线委宣传部,精神文明办公室,将王伟列了寻以线道德模板,建议永伟先进个人表达对象,村委会专门向部队寄来感谢信,表达对人民子弟兵应用一致的由衷敬价和感激之情。 目前,王伟生情正逐步恢复,已出任意在家休养,再谈及自己救火时的想法。 王伟这样说,我想,谁遇到当时的紧急情况都会挺身而出,更何况我是一名军人。 点赞,钢铁战士王伟,好样的。 您的意见分享,就是传播着能量。 等其编手,田小虎责任编辑,赵铃梦。 点赞,钢铁战士王伟,好样的。 点赞,钢铁战士王伟,好样的。 点赞,钢铁战士王伟,好可惜的。 点赞,钢铁战士王伟,好样的。 点赞,钢铁战士王伟,好相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